9月1日,记者再次来到遭遇洪灾的吉林省舒兰市看到,当地的重建工作有条不紊,农业生产也已回归正常。 8月初的强降雨,给舒兰这座东北小城带来重创,庄稼导福,民房倒塌。 洪水过后,当地官方采取分散重建、集中重建、集货币化安置等多种方式,对受灾群众实施分类安置。 在开远镇,记者看到,灾后重建工地和田间均迎来繁忙时刻。 工地上,各类施工车辆往来穿梭,大型工程车辆轰鸣作业,工人们为了赶工期,自发把午休时间缩短为35分钟。 开远镇新开村因毗邻河道,地势较低,受灾严重,这个村也是当地唯一一个洪灾后整体搬迁的村庄。 新开村一纸重建项目,现在进展到道路施工队正在进行场地铺设,进行路面平整,方便施工队入场。 我们整个项目占地是186,158平方米,计划建房是226栋,可以把整个新开村新开屯的百姓整体迁移到我们新选址的这个地方。 记者了解到,这个新村地势较高,与圆形开村仅一道之隔。 目前,家中房屋倒塌的几十位村民在安置点居住,房屋受损轻微地仍赞住老宅。 书兰官方介绍,住房重建工作预计10月末完成。 书兰是重要的农业县级市,洪水退去的这20多天,农民们争分夺秒,不种秋菜,以减少损失。 近些天,农民正在建苗,首批秋菜即将推向市场。 总计补重了50公顷小菜,一开始是平成土地,平成土地说用了沟机、产车、旋耕机,这些各种东西去上来吧, 把这些水毁地块上面的淤泥、大树、柴火这些东西全部清理掉之后,往上来调耕机。 农业技术人员介绍,部分曾被淤泥占据的耕地经过清理,已经重新恢复肥力。